我們今天很高興 我們又辦了一場哲學飛行起舞 除了禮拜五的時間以外 我們在其他時間就會辦哲學飛行起舞活動 那我們今天這一場比較特別 其實我們經常在哲學飛行起舞裡面 常常會討論到一些比較嚴肅的一些議題 包含這個司法 刑事司法的部分 那包含實行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另外一個 也比較有相關性的一個議題 是有關於犯罪的被害人 那今天這一場 我們由哲舞台中的團隊 我們也跟這個歐盟的辦事處 還有費時聯盟 台中律師公會等等單位 我們一起共同來合作來 舉辦了這一場的公共論壇 那我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哲學清起舞 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哲學清起舞的舉手 讓我們看一下吧 第一次來 請幫我講也不少 可能大家有一部分 來過哲學清起舞 有一些人第一次來 那不管你是有來過或第一次 都沒關係 其實哲學清起舞這個公共論壇 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我們就是促進在不同立場之間的人 彼此有對話的可能 我們都認識到彼此是有一些差異 那希望透過這些差異裡面 我們再來尋求一些共識 那我覺得這個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溝通的模式 就是一個公共溝通的模式 應該是像類似哲武這樣一個公共論壇 讓我們在不同的意見裡面去尋求共識 那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禮拜五都會在想想這個地方 就辦這樣的一個沙龍 那希望透過不同的議題的溝通交流與討論 也許你沒有辦法在這邊找到一個你想要的答案 那可是我們希望說透過彼此的對話裡面 也許你可以找到一些 跟原來有一些人是跟你立場不一樣 或你可以找到原來哪一些人 其實跟你的立場或態度是很接近的 在這邊一方面也當然可以來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那我們其實都是由一群在台中的志工所組成 這個哲學興起舞的團隊 所以大家每個人都來自於各行各業 不同的工作背景 也有人是學生 更多人是上班族這樣 透過自己有空的時間來組織這樣的一個公共沙龍 那今天談的是有關於這個被害人 被害人保護 那其實我們談到被害人這件議題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一起跟我們合作的單位 廢死聯盟 那廢死聯盟我們在台灣 也常常被大家認為說 你們主張廢除死刑 你們這個跟這個犯罪被害的這個東西 怎麼可以常常會有這種說法 那你如何能對得起犯罪被害人 那其實我覺得從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辯論討論裡面 其實我們也許更需要去關注到就是 不論從另外一個邏輯思考 是不是不論有沒有死刑這個制度 其實我們都應該要做好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工作 而不是因為有了死刑 所以犯罪被害就不重要嗎 是這個國家只是用一顆子彈來給予被害人的一個補償 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那今天的講者還有我們羽潭的羽潭人 那待會我們會有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那個佳蓁 他也是廢死聯盟副執行長 他會來跟大家做一些介紹這樣子 那整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因為我們希望說促進大家溝通對話 所以我們彼此要做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自我介紹 有參加過哲舞的人都知道說參加哲舞要自我介紹 這個自我介紹你不用擔心說你會說錯話 因為我們在正統的學校教育裡面 常常告訴我們大家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可是在這裡其實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 你的任何的一個意見、立場 都可以在這裡很安全的表達出來 所以不用擔心說你表達出來的是對或不對 沒有所謂的對或不對的意見 而是你可以放心的先表達出你的看法 你的態度、你的立場 那待會我覺得可能大家先用簡單的十秒鐘的時間 稍微介紹一下你是誰 來自於哪裡或你在做什麼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談一下你對於這個被害人保護的一些看法 也許你可以談 那你如果覺得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也可以不用談 都沒有關係 很自由的自我介紹很自由的討論 那一個人大概十秒鐘 我們今天人也蠻多的 禮拜四也很難得 大家願意來參與這個比較嚴肅的一個活動 那是不是我們就請志工先把麥克風遞下去 從這邊好 自我介紹十秒鐘 好 大家好 我是周振宇 來自豐原高中 然後利用課語時間 今天很榮幸能夠來這邊 第一次來嗎 對 為什麼要對這個有興趣 就是我們公民老師有談到就是哲學心情這件事 然後之前就一直很有興趣想要來 但是時間上的壓力 OK 好 公民老師有介紹過 好 好 大家好 我叫洪輝 我讀東韓大學法律系 會來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其實因為我讀的系是在談加害人 就是對被害人的接觸也不多 然後台灣社會也常常會在就是 幹掉加害人的情況下 把被害人忽略掉 所以想要多了解這方面的事情 法律系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律哲涵 我也是法律系的學生 我跟他是朋友 那今天來也是 因為法律系也常常談到Face的 跟 因為我覺得法律系學人通常比較是支持Face的 那跟外界或是其他沒有接觸過法律的人 可能會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希望來都聽一些不同的想法 是 大家好 我叫律正 我是理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這是我的工作 那行事辯護也是我們平常在處理的 那當然 我自己在美國也是念行事司法人 所以我對這議題是有興趣的 大家好 我叫洪佳音 我是一名工業設計師 所以基本上跟 什麼設計師 工業設計師 工業設計師 對 所以其實看起來站不上任何上面 那我今天主要是在網站看到 我想來了解 因為身邊會有朋友討論到這個 可是他問我是什麼 但是其實我對Face或是支持事情或Face 其實我沒有很了解 所以我想要先來了解完 我才去決定我自己的想法 你的態度 對 好 也可以多方 你現在沒有立場態度都很好 多方了解 各位大家好 我叫布迪 然後我以前跟嘉珍有見過面 參加過他們Face的活動 然後一直覺得他個人非常有魅力 所以就衝著他來 粉絲 今天是來追星的概念就對了 對 我非常的喜歡 我們也歡迎來追星的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蕭鴻 然後我是進一大學社工系的學生 然後今天是就是第一次 然後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覺得很期待這樣 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羅亞文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的學生 然後我是這一兩年開始 對公民議題比較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對這個方面 還沒有很了解 所以希望就是多多聽不同方面的意見 然後去整理出自己對整件事情的 看法 謝謝 大家好我是王俊彥 我是台中一座學生 然後今天也是第一次來參加 哲學星期五 然後會想要來是因為最近 申請大學獎要往法律系的道路前進 再上來聽一下想法 那個想法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彥良 然後英文名字是Allen 然後我在美國長大 大學的時候念的是哲學 然後我記得有 以前有一次跟那個老師 討論有關死刑的問題 然後那時候我就講說好 就把那個死刑犯跟重刑犯 送到一個無人的小島 幫這些人自相殘殺 老師說 這是讓他想到一部電影 然後我現在想一想 這個當時的想法 真的是很優質 其實這是不可行的 因為在從歷史上來講 英國跟法國以前都做過這樣的事情 譬如說澳洲跟French Guyana 都有這樣的制度 那結果到後來 其實衛生環境都很差 所以我當時是蠻幼稚的 你在美國哪一週念書 我在加州 所以有死刑對不對 加州那時候 這是有 但是是延緩執行 所以常常也是生不如死 因為就是說你被判了死刑 但是要等了27年28年30年沒有執行 那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被隨時送死 所以這是蠻可怕的事情 那反而在德州的話 就馬上就執行那個死刑 所以十分快 那德州 那如果像是 所以說有比較保守 跟比較自由派的州 比較自由派的州的話 就是有死刑 但是延緩執行 那如果是那個保守派南方的話 就馬上就把你幹掉了 所以就差異在這裡 但是我的想法 就指這個 方教授今天可以再多聽一點 好 大家好 我是司法改革台中辦公室的宜貞 那今天就是很開心可以來這邊聽 我很少接觸過這個議題 對 悲害人 對 然後這個也是司法改革中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沒錯 那大家就一起加油 好 謝謝 大家好我是戴夢堅 然後目前是台中科技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了解 在台灣目前現行的制度下 我們要怎麼去 有更加晚上的保護被害物制度 好 大家好我是彭瑋婷 我是台中科大學生 好 之前老師有要我們討論過死刑 還有廢除死刑之間的差異性 所以今天來想聽一看多方的意見 先 好 大家好我是本俊佳 那我現在在幼兒園工作 然後很多年前我們應該在台北的時候 有聽過那個被害人的議題 然後現在再來復習一下 大家好我是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我是宜文 我也是消失了很多年 自從搬來台中之後 就沒有再參加過開會的被死的職位 真的很抱歉 大家好我是 我叫洪世玉 我是東海大學社工系的學生 大家好我叫李東諺 我是東海大學社工系學生 然後就是前幾天 讀一些有關行政策書 就有看到 台灣的一些 有關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措施 或者很有民間團體 好像都不是說很有靈貫 所以就想說 請你看大家的意見之類的 謝謝 好 大家好我叫何婉萍 那我目前在當律師 那因為我其實平常出的事務上 也會有很多關於犯罪被害人的委託的案件 那我就是想要了解看看 除了關於訴訟協助之外 還有什麼相關的保護制度 我們今天也可以多了解歐盟的一些經驗 謝謝 我是Gero Meinen 我從柏林 我從柏林 在我第一次的職業生 我為了刑事 現在我為了刑事 現在我為了刑事 我為了刑事 哈囉 我的名字是Dirk Van Sayersmith 我為了刑事 我為了刑事 在英國的法學院 在英國的法學院 我跟這個組織 我跟這個組織 我特別的興趣 是生命的刑事 是否是正確 使用它 為了刑事 為了刑事 他是一位從英國諾定罕大學 國際比較刑法的教授 那他這次也是 跟這個歐盟的專家團 一起來的 那他的特別的興趣 是有關於這個烏期徒刑 以及烏期徒刑 是否可以替代死刑 大家好 我叫Joey捷 目前在英國在台辦事處 大家好 我是思音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的 漁民教育學系的學生 跟剛剛的雅雅 我是同學 然後也是 看到這個題目 覺得很有趣 所以想要過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是來自德國 拉臺協會 跟著我們德國的專家 一起來 大家好 我叫月祥文 我是特教老師 就是 今天想來了解一下 因為台灣在被害人的那個 制度上 其實還不是很完善 想了解一下歐洲國家 是怎麼做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余婷 那我是歐盟辦事處的秘書 那我也是跟今天一起來 那我只是想說我們歐盟 就是會把 纏多這種活動 那希望大家都多支持我們 幫我們臉書來讚這樣 好工商服務也很歡迎 大家好 我叫石偉辰 我現在任職於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庭 那我對於今天 歐盟的相關的被害人保護的一些經驗 相當有興趣 然後也對於代表團 這幾天下來參觀 以及了解台灣司法的一個心得也相當感興趣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黃修煥 我是台中二中的學生 那 之前常常來參加這個舞 然後這次是 因為 看到這個題目 我就覺得 台灣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搶著當法官 那想著說如果我是法官 我會把他怎麼判 我會怎麼查 但是從來沒有人想說 如果我是被害人 那我該怎麼尋求幫助 或者是說 我要怎麼走出這個傷痛 那今天想來聽聽看各方的意見 還有各個國家的經驗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郭浩仁 我是政治大學的學生 因為我對我國的懲罰抵制及行事政策有興趣 所以今天特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堂對談會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是樂壇 我今天會來是因為 對這個題目感到滿有興趣的 想要多了解一點 好 大家好 我叫Irene 目前是自由業 我是主張就是要執行行行的必要 所以想要聽就是另一個角度的看法這樣 大家好 我叫莎莎 我在法國在台協會工作 我也是陪從歐洲來的專家來台中 謝謝Cathy Philo和非處死刑聯盟主辦這個活動 大家好 我叫呂家華 那今天路過台中 是真的路過 對 那08年其實是有參與一場 台灣其實針對info廢除死刑辦了公民會議 他那時候是 應該是研考會委託的計畫 大概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許天晴 是東海社工系列學生 對於死刑存費 就可能沒有一點興趣 想聽聽看不同的意見 好 旁邊 大家好 我是黃麗生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折舞的活動 謝謝 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姓洪 洪一亮 對 然後我現在在服務處工作 就這樣 謝謝 服務處 什麼服務處 什麼服務處 衛名 衛名喉舌的政治人物的服務處 簡單跟大家十秒鐘自我介紹 你是誰啊 來自哪裡 做什麼 還是為什麼想要來聽這一場 大家好 我姓洪 我叫余婷 我是台東教育大學的學生 因為老師是希望我們多參加一點公民活動 他剛好今天看到有活動就過來了 OK 好 很好 老師鼓勵參加公民活動 很好 請我們志工 大家好 我是黃小奈 我是哲學星期五台中的志工 然後我也是今天來看佳蓁的 也是來追星的 對 我也跟佳蓁認識是因為去年暑假的時候 去參加那個費死辦的 關於老師的研習 這樣子我們也在小學的現場 就是試著想要交譬如冤案或等等的 就是包括司法改革的議題 怎麼樣融入小學中 開過幾次會 然後產出了一些教案 那也實際在我的班上 實際的這樣子操作過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小學端操作 其實並不是要討論 要不要死情這件事情 而是讓小朋友至少 其實對他們來說可能人權啊 自己的血權都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時候可能是從打破權威開始 這樣子建立起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這邊 好 大家好 我是思彤 那我目前是台中歌劇院的公關 那我今天是被我爸抓來的 OK 好 好 各位好 環境被害保護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我今天帶我女兒來 萬一要說英文 可以幫我換你一下 好 謝謝 台中泛寶的主委 台中泛寶的主委 大家好 我叫林玉玲 我是新竹市民 那是台中人 那其實我剛才看臉書 才大概知道今天要討論的題 好 對 其實今天才知道要講什麼 結果就來了 對 前十秒 前十 對 對 所以其實我對 我認為其實殺人啊 他一定是有罪啊 但是有罪跟他應該被判什麼行 或者是國家到底是誰賦予他這個權利啊 是不是決定說他可以剝奪 比如說這個有罪的可能殺人者的生命權 那這一點就是國家他到底應該 就一些有比例原則的話 國家是不是有權力決定 就是已經犯罪人的死刑 然後剝奪他的生命 所以我看我比較好奇 我一直以來就是 對於這個國家的權利 是不是 有一個足夠的 權力去剝奪人的生命 謝謝 好 OK 應該都介紹過了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先不耽誤太多時間 我先把麥克風 就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人佳蓁 好